今天全世界媒體在報導這個時候 大家都嚇壞了 習近平怎麼可能在兩會的期間 有這麼痛苦的表情 他以前展現的就是英明神物 曾經講十里挑單不換間 我是最強壯的 我是最兇猛的 這麼強壯兇猛的領導人 怎麼可能在眾目睽睽之下 露出這麼痛苦的表情 沒錯 我們應該都沒有看過習近平這個表情 這個表情顯得突然之間閉幕 然後這個痛苦萬分的這個表情 而且他整個肢體動作 都是相當的痛苦的這個表情 但想說怎麼會出現 你太可怕了吧 這一幕來說出現在這個兩會的期間 被人家拍到這樣這個畫面 照理說過去中國領導人都非常重視 這個他公開形象 絕對不會讓你拍到這樣的照片 當然啊 就不想去那邊拍到這樣的照片 好 那為什麼會拍到這樣的照片呢 因為我們知道他有兩個杯子在他前面 對不對 他就是喝了一個杯子之後 不知道人家現在有人就說 是不是杯子太燙 還是說這個杯子裡面裝了什麼藥 他突然之間不知道 喝到的時候嚇了一跳 太苦了 太苦了這個狀況 但是無論如何 他這個表情來說的話 外媒就說 現在他的表情剛好述說了 中國目前的處境 不是這個感覺是 你感覺上你的身心都受到極大的壓力 對 很痛苦 對 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內外交迫 裡面來講的話 欸 保姊 從3月7號江蘇城的這個爆炸案 兩個爆炸案 跟習近平有關 他大概也知道 這個當然就衝著我來嘛 我是江蘇人大代表團啊 你為什麼在這時候爆炸呢 所以他是江蘇人大代表團 就在人大開會的時候 兩會的期間 竟然江蘇的 而且是公安廳的樓頂爆炸 對 另外3月10號的時候 居然又有民眾了 衝撞新華門的大門啊 欸 這個時候開著車過來的時候 北京的這個車牌 而且這個人顯然是不怕死 他到底要做什麼 緊急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在河北廊坊的山河市的燕郊鎮 突然出現一個大爆炸 你看這個爆炸 很多人在開車的時候 看到這個嚇傻了 他以為是怎麼回事啊 那當然啦 他們現在就說 沒有 那是因為 這個裡面這個所謂 這個天然氣瓦斯的引爆 可是這個引爆來說 大家沒有看過這麼大的引爆 這個爆炸的威力相當強 周邊的房子幾乎都被移成平地 甚至還有人說 五六公里之外 都還感覺到這個震動啊 越來越都在習近平 或是跟他相關的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那他為什麼會有這個表情 另外就是習近平 你說的表情非常痛苦 非常詭異之外 你怎麼會在公開場合裡面 直接教訓現在的人大委員長 趙樂際還敲桌子 對 沒錯 好 我們知道這一次的這個兩會 有非常多怪異的事情 譬如說像慧琪給他縮短了 然後另外一個 習近平沒有閉幕演講 照理說過去 這個國家主席都會有一個閉幕演講 他沒有閉幕演講 然後總理也沒有記者會 他們現在都不對外說明這些事情 另外一個比較詭異的螢幕是什麼呢 很多記者或是很多媒體 都捕捉到了這個螢幕 是什麼 他公開訓斥趙樂際 公開訓斥 對 那趙樂際是誰 趙樂際是中國 中國的人大常委的委員長 這也是一個國家級的領導人 就是他當眾訓斥他 當然 過去大家都從來沒有看過這個畫面 planning